我是台中高工电子科朱鸿福老师 欢迎点播数位逻辑正反器单元教学课程 我们知道数位逻辑通常我们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数位入门 第二部分组合逻辑 第三部分顺序逻辑 数位入门包含数据数码 基本逻辑杂 不灵怠速 数位IC特性 组合逻辑包含 加减法器 编解码器 多工解多工器 比较器 同位的产生与检测等 而顺序逻辑包含正反器 技术器 暂存器 及记忆体等 当我们认识了组合逻辑 与基本逻辑杂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顺序逻辑 那进入顺序逻辑之前 我们要先认识它的基本原件 叫做正反器 现在让我们来看正反器 的内容到底要讲哪些东西 在这里我们来看正反器 我们先从Rs双手器 Rs正反器 D型正反器到 JK正反器 还有T型正反器 及最后正反器的替代 那我们先来看 Rs正反器 的前面是 Rs双手器 那Rs双手器 一般来讲 我们有分 念的来组合而成的 还有nord来组合而成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 念的杂组合而成的 Rs双手器 在介绍念的Rs双手器之前 那我们要来先 简单的复习一下 就是组合逻辑 顺序逻辑 正反器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看 念的杂组成的 Rs双手器和 诺杂组成的 Rs双手器 现在我们就准备来看 念的杂 Rs双手器 Rs双手器的前沿 第一个部分 组合逻辑电路 组合逻辑电路 它就是一个方框 左边是输入 右边是输出 那这个输出跟输入之间 存在一个逻辑关系 那常见的这个组合逻辑电路 我们常看到像那个全家法器 全检法器 编码器 解码器 多工器 解多工器等 这都是属于组合逻辑电路 它的输出与输入讯号 是有一个逻辑关系 为一个无记忆性的电路 而 组合逻辑 它的输入一改变 我的输出会马上跟着改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顺序逻辑电路 又叫做循序逻辑 那在这个图里面 上面是一个逻辑电路 下面有一个记忆单元 那输入再经过输出 这个输出也有从逻辑地方输出 也从记忆单元输出 那这个顺序逻辑电路 它输出的下一个状态 是要依输入及原先状态来做决定 所以需要记忆单元来记忆原先的状态 这个记忆元件就是正反器 正反器 它是一个循序逻辑电路中的一个基本元件 它是一个双稳态 多鞋震荡器 有两个输出端 彼此相反稳定状态 一个输出是Q 一个是Qbar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输入端 一个正反器储存一位元的资料 正反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有记忆的能力 所以说它的功用是用在记忆体 用念的杂住成的RS 酸手器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些定义跟关系 首先R Reset 就是重设 它是要使Q为0 那S Set 设定 它是使Q为1 输出QQbar 彼此相反 且互为补数 QQbar 指的就是RS 酸手器的输出端 那Qn 代表现在的状态 就是Q的现在状态 我们用Qn 表示 Q的下一个状态 我们就用Qn 加1 来表示 那我们先来看 念的杂组成的RS 酸手器 那念的杂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只要输入端有0 输出就为1 所以当R等于0 S等于0的时候 结果Q为1 Qbar 也为1 刚好跟我们前面 这个定义QQbar 彼此相反 且负为补数相抵触 所以说叫不允许 那这个不允许 我们就用个问号来表示 这是第一个 RS 它的00的时候 它是出现一个不允许 那再来 如果R等于0 S等于1 那这个时候 因为R等于0 Q就为1 Q为1 S为1 Qbar 就为0 那就成为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不管Q原来是0 是1 只要R等于0 S等于1 那Q就一定为1 再来 R等于1 S等于0 这个时候 S等于0的话 Qbar 一定为1 Qbar 1跟R1 输出Q为0 Q为0跟S 回来 输出Qbar为1 那又成为稳定状态 所以不管Q原来是0 是1 最后它都为0 那如果两个都是11的话 什么是Q温呢 我们现在来看 R S Q Qbar 这是一个念得杂 RS算锁器 那R等于1 S等于1的时候 我们先假设Q等于0 Q等于0的话 Qbar就等于多少 1 那Qbar是1 R是1 那输出Q还是0 那如果是Q等于1 Qbar等于0呢 因为Q等于1 S等于1 那Qbar为0 回过头再输出的话 Q还是1 那表示说 只要R等于1 S等于1的时候 不管Q是0还是1 它都是这样 状态没有改变 所以Qn加1为Qn 这是念得杂的一个真子表 不允许是在00的时候 11的时候是Qn 那在这里面 S为1的时候 Qn加1是为1 R为1的时候 Qn加1为0 这就代表这是一个什么 嗨动作 现在我们来说 我们说这个念得嗨 那你看到念得嗨 就知道要记好 这个是它的一个真子表 那它的电路是看得出来 R跟Q是怎样 同一颗的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跟我们前面那个刚好怎样 输入端对调 这个时候00跟1还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你注意看 当S等于0的时候 Q就为多少 1 然后R等于0的时候 Q8是1 所以Q为0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不允许是在两个输入端都为00 所以这还是一个什么 念得嗨 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 S为0的时候 Qn加1是为1 R为0的时候 Qn加1也是为0 所以说这是一个什么 漏动作 所以我们用念的漏来代表 所以嗨动作 R与Q是同颗的念的杂 漏动作是S与Q同颗的念的杂 那这个是属于嗨动作 R跟Q是同颗念的 再过来这一个就是S与Q同一颗 这是漏动作 所以说念的杂的嗨动作 漏动作现在应该可以分清楚了 我们刚刚把念的杂组成的 RS酸锁器做过介绍了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做个小结论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得到 不允许的状态出现在 输入端两个是00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是用念的杂组成的RS酸锁器 那到底它是嗨动作跟弱动作 那么我们就来看 简单的看法 R和Q同颗念的杂 它是嗨动作 S和Q同一颗念的杂 那它是弱动作 那我们也可以说 嗨动作是S为1的时候 使Qn加1为1 R为1的时候 它是使Qn加1为0 这是属于嗨动作 反过来讲 S为0 Qn加1为1 R为0 Qn加1为0 这是一个肉动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